遺憾的是,我們的新年準備外銷特考 真的考上了之後 我們的政府也沒有好好的再投票 謝謝你也幫我推銷 你的帳號可以拿 這個你可以用啦 何錦隆的面子拜託多多事實 講萬安的會還他 我跟大家報告 講萬安委員是你的面子 下禮拜去 國民黨收到黨部還給你 好不好,我幫你印了面子 我幫他印了講萬安面子 以後我沒有自己的面子 反而還會去,好不好 所以說到我們柯比、柯主席 謝謝你支持何錦隆啦 我只是為什麼我當年考到外交特考 何錦隆考到榜首沒有去 其實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政府團隊 到底有沒有再用基層的外交人才 我們外交人才考得那麼辛苦 但是呢 我們政府到底有沒有好好的善用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必須 台灣民眾黨強調的就是 我們有國家治理的貫徹 然後全力監督 執政黨做得不如的地方 那我們是全力去監督啦 所以現在外交特考在事情當中 下禮拜還有那個外交特考的口試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一下 外交特考為什麼難考 我們下禮拜是外交特考的口試 我們的七七全新基層經驗 你可以看看 等一下跟柯文哲 柯主席討論一下節目 看怎樣可以像何錦隆老師 突破層層關卡 跑到外交特考榜首 能夠幫我們國家進一份協定 但是我說真的啦 你看外交官這麼多基層經驗 像何錦隆沒有背景 跑到防守 可是我們的國安會 我們的外交部 今天都還用一些黃清國際 真的基層考得到的人才 像我們的蘇大阪班蘇處長 反而被山洞王群群攻擊 我覺得很誇張耶 那個...我知道我們的柯主席 2021當總統 我何錦隆一定支持 我們民眾黨提兵的後選人 到時候柯文哲柯總統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想要這件事情 就是...總統 柯總統走太快了 我還有其他東西可以吃喔 剛才除了馬來西亞的雞肉殺雞 跟何啟濃一樣 一起雞 我來去台灣下清單 另外拜託 你要吃一下這個吧 HALLO HALLO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是我們菲律賓新住民 我們的RONI先生 我們新住民的食物 為什麼 HALLO HALLO 就是混合的意思 這個跟我們台灣民眾黨進程一樣 多元包容對不對 你看啊 我們台灣民眾黨就是這樣 多元包容的精神 跟我們菲律賓新住民在台灣的美食 HALLO HALLO 一樣 它是混合的意思 另外 我們有芒果汁 等一下 是跟我們柯市長和講 我們不要吃芒果乾 因為芒果乾都是特定政黨炒作起來的 我們來喝芒果汁 陳遠遠 要不要喝芒果汁 對 你要不要喝 那不然我們一起喝一杯 不好意思 何喜龍心肺有限 我們 我只造了兩杯 月薪付款 有芒果汁 是我們新住民的美食 但是說真的啦 芒果乾 有的時候是人工的 塑造的 到底有沒有這樣 我覺得很多時候想要芒果乾 是這個執政的政府 執政不夠努力 你看HALLO HALLO 我常要跟大家講 因為想來跟你一起選舉 等你選總統 好啦 我當年為什麼不去 因為我 有一句話叫做 富 實在不願意 我那時候考上之後 因為我父親身體不好 那外交官要去外面打拼 那我覺得還是 留下來照顧我父親 可是何喜龍父親 拜給社會獲得死 那我沒有辦法 我就覺得在開關 但是我剛才也是看到 我們政府的一個執政 我覺得是受得不夠好 對 你現在講到這個事情的話 那柯市長 我們來討論一下那個考試 外交都有一個考試 那我問你 我那一年考外交特考 他們說 假設 口試的時候 我們外交官會 假設 你現在 在另外一個 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的住外的外館 一個小國家 一個小國家 然後只有你 跟館長 不是那個很有機構的館長 是我們那個 住外的代表那個館長 只有 你們兩個也在外館 然後你應該到來考試 等一下我沒有飛機 哈囉飛機 對 我們 你在外館裡面 你考試應該到來被打一等跟零等 就會被修理那樣子 你以前不是也常常被修理 那監察院不都是那樣子會告你嗎 你就被吃打一等跟零等 然後呢 可是 你的太太 假設佩琪姐 希望你回國 不要在外館上去了 可是你們的館長 又硬逼命 一定要留下來做 那你會怎麼辦 你是會聽太太的 做外交官了 你要回台灣 還是為了台灣 尤其是我們台灣的 中來來來 其實在海外服務 在外館裡面 哪怕你的考試被打得很差 你屬於在零等的這個 我們台灣主管外館很不錯 你會怎麼選擇 要留下來還是要留下來 有做民國 有啊 對啊 你知道那個外交正好考得挺過 那種誇獎 不是誇獎 就是很民國 因為外交就是要看民國 我們就是要 智商157的柯文哲這種人 來當總統 你帶我們台灣做外交 這個國家才會有前途 真的一定要偷笑 對啦 我說真的你真的可以 然後 但是我們外交特寶真的考中 對啊 那如果說 你到底是家人的壓力 你要留下來還是要 回到台灣去 你要是遇到台灣 還是要聽太太的話 你有什麼看法 看看多一點 多一點 啊 那如果沒有 看多一點 我們外交部通常是 三年會釣一次 三年釣一次 可是如果你 因為特殊情況 可以身體釣回去 這樣子 我們三年在外交部會 一次 我們外交部通常是 三年在國內 然後三年在海外 然後你可以再也一次 這樣子 所以你就要去考慮說 到底要不要 繼續在海外打地 還是你就先放棄回國 因為在海外形成比較高 所以你要自己去考慮說 到底願不願意留在海外 這個你吃了沒有 何必你吃吃看 這個很重要的 哈囉哈囉 雖然很甜 但是呢 這真的是 你吃東西為什麼那麼可愛 那個哈囉哈囉 是象徵我們的一個 混合的一個精神 對 那我常常在講說 柯文蛇是我看過 台灣政治人物裡面 對少數族群 然後對新住民 還有對多南亞朋友 最友善的人物是第一樣 所以我知道 我五星年年初 自從辦了台北開展一些時候 其實我們很多印尼的鄉親 都會跟我們說 謝謝你 爸爸柯文蛇 就覺得說 你也幫新住民 幫我們外星移工作的很多事情 就覺得真的很感動 然後我每次都看到有人在面 罵你說什麼 中共同路人 我就覺得很靠北耶 莫名其妙靠夭人 什麼中共同路人 這個直播NCC可以抓我嗎 應該沒辦法 我覺得 你看你又搞 穆斯林來台觀光 然後又搞南洋北流 然後又搞開山形 我覺得你根本不是什麼 他們唬爛什麼 你中共同路人 你根本就是印尼同路人 對 你根本就是東南亞同路人 是 你這個新住民同路人 來 感謝你對新住民的貢獻 那個我們柯P的自責帽 這個給印尼同路人柯文哲 新住民同路人柯文哲 來 品嘗我們的東南亞美食 這個是聰明人才能報的 對不對 你看很多南向政策 對啊 沒有,有南向政有兩種 一種是那個執政黨在做的 那只有口號 一種是 北洋 不在 那個比較老實的柯文哲 就默默在做的 你做了那麼多事情 幫我們新住民做了很多事情 對啊 那我覺得你真的是滿辛苦的 所以 那個 柯P 我們補充一下 跟大家講 南洋北流 你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我可以偷吃偷吃 你可以 沒有 沒有 你現在才發現 你做了很多事情 柯文哲我每次都說 柯文哲是做事比做人厲害 行動比嘴巴更快 你事情做完了 可是很多時候大家還沒發現 你說真的 我每次都聽到人家講 那麼南向政策 瞎小的 每次都是中央政府 可是那個口號比較多 但是你自己在台北市做的 你都沒有人在宣傳 你要好好的宣傳 讓人家知道說 你不但是有善行住民 你不但是有國際官 而且你也可以回撥說 那個外界一大堆人在戶面 你說民眾黨沒有國際外交政策 柯文哲沒有國際跟外交革命 這個不是事實吧 你以色列不是也去了 不是以色列去了 然後推動那邊的科技 跟台灣的交流 可是這些東西 所以在攻擊力的人 網軍 網軍帶風箱 就不會帶這些東西 他都會刻意去摸摸 柯文哲在國際 還有在外銷上的民地 你自己說說看 你在 我們有放麥可以給我們的那個 這個收得到嗎 收去不好是不是 所以要先的麥的問題 OK 那我們其實柯市長對於外銷工作做的民地 不知道是你什麼也不分 好啊那我快給你 有一點我口水味道也要接 我先講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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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那個印度理工 印度理工全有大概 全世界最好的 軟體人才 那台灣是全世界 硬體的重要的製造國家 可是我們 我們雖然有很多 之後去打場 但是很勸決軟體人才 後來我們就是 我們只說兩個國家 一開始 只說馬來西亞跟印度 然後為什麼說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很有趣 馬來西亞總人口 你們二十二不勝的 是講中文 可是 微教是馬來西亞的國教 所以馬來西亞是台灣通常 通往微笑世界的反應 那如果 微笑世界又有做四十億人口 大概十八億 十八億 對 所以你開幕式地方是可以的 微笑大概有十八億人口 但是我們要進入微笑世界 不太容易 所以我們要用馬來西亞當跳板 因為馬來西亞有很多的 東中文的華人 那回家又是馬來西亞的主要的普通 所以我們當時要挑馬來西亞跟印度 印度有全世界最優秀的論理人才 然後我們只是說 壽司班跟波士班 然後我們找了台灣十二家打場 提供那個 那個實習的機會 那所以是這樣 他好像很來喔 我記得那時候給他獎學金 學雜會獎學金 然後給他找那個打場的那個 執行機會 那他畢業以後他有個要求 那在台灣的公司做的 那大部分的台灣的公司 會在台灣 會把他送回那個 那個 馬來西亞或是印度 就是我們那些 自動訓打場要去印度開公司 需要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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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帶入 要辦民進去 那所以我們當時為了要 要把產業跟那個當地結 所以我們說印度跟馬來西亞 那後來慢慢的有一些學校 看起來不錯也要參加 所以我們目前是擴展到 東南亞國家都可以 然後 那時候也不限制 一開始那六個大學 一開始我只做台縣交 台縣交的 台科大 台北市一大學 台縣交 北北科大 台科大 台科大 台北市一大學 只做六個學校 只做最好的學生 然後只做縮事班 博事班 然後都是只有台灣的自動訓打場 有建交合作 然後 我們就開始出片 很多人來 將來更好 回到世界跟民眾已經開店了 每天你路人口有十三億多 十三億多 你會第二 你的世界裡很快會衝突 會變得世界第一 穆斯林全部加起來人口 穆斯林有十八億的市場 比台灣 比中國大陸 整個十三億的 光是穆斯林世界十八億的人口 非常爆炸的商機 這個柯文哲 很少2015就已經看到了 比那個蔡英文在2016當選之前 你比他還看 早看到這個不停 已經找到了 沒有 現在像辦公室還要關掉 沒有啦 他不是現在給那個 實政院的任務委員 任務委員任政中那個做 對 當然原因啦 大家有知道 為什麼蔡英文老師不找鄭政中 因為鄭政中以前在華府 幫他開車過啦 你知道嗎 重點就是在這種地方 我不覺得說 像現在的那個實政黨 那個任用人才 到底有沒有依照專業 還是說要比關係 看你是跟這個實政黨的關係 跟蔡的關係 還是跟市場的關係 來確定你來做這個位置 我覺得這種文化 要去改善 至少台灣民眾黨 不幹這個工作 為什麼 我們的人才 是不是都不用靠關係 靠海選 對不對 這旁邊不就一位 這個修成員也是 我們海選出來的人才 所以台灣民眾黨 就是要這樣 我們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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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等一下 因為我真的是 從台灣選回來 我真的是海選的 哈哈哈 請問那個 陳遠明有沒有什麼靠背景 還是你有 三線跟柯文哲嗎 沒有 真的沒有 我大概就見過兩次面 然後聊一聊 你看到沒有 所以說台灣民眾黨 我們的人才都是靠海選 真的靠本土 靠專業 而不是說靠關係 所以我們對這種東西 靠的關係起來 我們是故意性平常 我覺得這個政黨 如果像是政黨 比賽的上 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個胡鴻謀 到現在還沒辦法下台 就是中意 做了那麼多事情 因為他買 補優馬 班 車什麼都拉東西過來的 還有你知道 那個商研院 不就是搞新南向 新義圖商研院 那個水天台 還弄一個獎 出來 然後一百億美元錢 但是這 我們現在學長就幹 幹這種事情 那個人才 不知道好好用 然後每天找錢客 找錢客 從東南亞 西京啊 搞大財 一大堆東西 所以新南向真的 做到淋淋辣辣 我覺得說真的啦 所以大家對於 柯文的視感 越來越高 就是這個政府做完之後 2024 我們需要有一個專業的生產 嗯 我再說你 真的 我們在 大家對你希望很深啦 你就拚下去 你就拚下去 真的 台灣甚至2024 需要你來 繼續的 帶我們這樣走下去 所以包括說 我們現在政府 很多外交其實做的 真的讓人家去 都說虧 但是我說真的 外交特考 現在也是在進行 看不是問題 對 那我們來問另外一個問題 那時候我記得 我兩年去考外交特考的時候 欸 下禮拜各位 我們 台灣所有的 準備國家考試的青年們 欸 搞不好 下禮拜是一定會出喔 下禮拜又是 外交特考考試 那時候我還是覺得 考試不這樣 他就問啦 呃 如果你是外交部 你第一次市場 呃 那個 齒瓦第米王國的 國王 恩齒瓦第三次 來台灣訪問 然後呢 不行啊 欸 你知道的 史瓦第米嗎 就是我們喔 一個非洲唯一的 綁交國 原來叫史瓦第米 現在改了名字叫 史瓦第米 一個很小的一個國家喔 但這是我們 是我們台灣的友邦那樣 然後這個 假設你是外交部 一定是市場 這個史瓦第米的國王 恩史瓦第米 是 早上九點鐘 要在總統府前面 接受 蔡英文總統的接待喔 迎賓儀式 欸請問 早上九點 這個恩史瓦第 國王 還沒有起床 如果你是外交部 民事事長 請問喔 你要怎麼做 你要破門而入嗎 還是怎樣喔 這是第一個問題 對 那個恩史瓦第三世 史瓦第國王 我們起床 來不及參加 我們九點的 總統的那個移民便利 好 第二個問題 那你要回答對不對 一個床頭 以前就叫他起床 真的 你真的有SOP耶 好啊 那如果說外交部 假設沒有做這個事情 好 假設你 其實是市場 下一次 如果這個 史瓦第米王國 恩史瓦第三世 又要來 怎麼預防他睡過頭的情況 假設 你有沒有什麼妙方 一般 一般這個 前一個鐘頭 就叫到幾鐘了 可是我說真的啦 有的時候我們 國安會 我們外交部的人 可能在忙別的東西 比如說要在買煙沖之類的 可能就會有的時候 忘記那樣的工作 你看 就是那個螺絲沒有上枝 所以台灣真的要重開機 好啦 如果跟你講 如果要預防這個現況發 那個情況發生 我那時候在講啊 其實我那時候回答 這個問題的答案 正考驗答案 我說 史瓦西蘭的國王 史瓦第米國王 恩史瓦第三世 最出名的事情 就是他有很多老婆 他還有二十多個老婆 所以一下子怎麼預防 他發生這個事情 早上九年都不起來 我會跟他說 報告國王陛下 我們早上八點 台灣最有名的女子高中 北英旅中 很多的女學生 要參養聖上聖嚴 所以請我們的 史瓦第皇國的恩史瓦第國王陛下 八點鐘到北英旅中 跟我們的女同學們揮手見面 我相信國王陛下 絕對八點準時之朝 然後走到北英旅旁邊 九點 就可以請清我們的音 看得到嗎 你看看 這個安排 你看何錦龍就是 雖然很會嘴炮 但是我說真的 外交就是需要這樣靈活來運用 不要做的都卡得死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 我們現在的政府 真的要上次發票 以柯文哲子商義武器 多給他們一些錢 不然他們越做越糟糕 台灣真的需要充開吃 那國際外交做成這樣 然後你真的在拼外交的 拼國際的抠狠蛇 去以色列 做了那麼多事情 結果我嗆一句 那個做機場充電 都被執政黨向 欸我覺得這個有鬼 人家說充電 是嗎 是你覺得有什麼不對嗎 為什麼大家都充電 就只有一杯槍 你到底 大概也不曉得 那個勞動局搬走以後 裡面有一棟大樓是 以色列大樓 那個全世界最好的網軍 是以色列 所以我們有一棟大樓是 以色列大樓 有以色列網軍 沒有鬥生自己的國人吧 請問以色列網軍 會用網軍 鬥生自己的外交官嗎 會這樣弄吃嗎 應該不會吧 所以你看到 我們政府真的很多東西 需要好好在一起 好 好不好 那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有限 拿起台也有限 那 台北市第三選區的 採選人何其中 也是我們民眾黨提名 很感謝我們 柯文哲主席 這麼重視我們新住民的權益 率先提名新住民支持何其中 然後來參選我們台北市的 第三選區的立法委員 蔣萬安委員看到沒有 所以蔣萬安委員 不要再說什麼東南亞來的朋友 新人肉雲炒雞了 以色尖發起發 不能再這樣亂修下去了 好不好 那記得出來跟何其中辯論 我們的郭台平首次長 可以三台主席 來跟何其中辯論吧 好不好 那我今天就很謝謝 我們新住民的好朋友 柯文哲 柯主席 請你繼續當我們印尼同路人 新住民同路人 跟東南亞同路人好不好 OK 好 那以後要繼續污蔑 柯文哲是 中共同路人的 拜託 過來先找何其中 你看他是哪名同路人 所以以後 有人再說你是中共同路人 比如說國安會嘛 你知道國安會不是上次說什麼 國安會不搞國家安全 不注重國家的安定 然後說什麼 中共在拉白打虛 說什麼我們那邊跟 什麼中共那邊 沒來也去 記得那個是吧 國安會 不好好維護國家安定 說什麼 栽贓我們民眾黨 說中共在拉白打虛 結果國安會罵到現在 到現在 任何的證據都取不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執政黨 我們還有一個同選區的候選人 在國安會工作過 現在在吃香喝辣 就是蘇貞昌講的那個吃香喝辣 那吳先生 你聽到了沒有 你在國安會吃香喝辣 做了什麼事情 趕快出來面對 國安會 現在變成台灣最大的假新聞中心 就是你國安會就是假新聞中心 趕快出來面對 民眾黨 你們說民眾黨 說中共在拉白打虛 國安會證據在哪裡 如果拿不出證據的話 我說真的 我建議國安會 飛掉 飛掉 我們有外交部 有國安局 然後有國防部 國安會在做什麼 就在做選情報告 國安會做的報告 就是一天到晚跟民眾說什麼 中共在拉攏民眾黨 打壓民眾黨 拉白打虛 除了這個請問一下 哥主席 我們還聽到國安會 過去之前做什麼事 再來就是食言 就是醜食言 另外就是塞賞我們 所以我覺得 國安會 如果繼續維持這樣下去的話 拜託 你們國安會廢掉好了 我們留納粹人錢養你們這種之館 外交部做就好啦 國防部做就好啦 不要到時候你們 外交部的旨成外交人員 又被你們害死 好不好 國安會如果沒有什麼功能的話 就拜託你們十七歲 支費武功 我們政府 我們的國家 不需要養像國安會這樣 假新聞 直照謠言 每天只會修理自己國民 修理自己國家 國內政黨的這種處置 就還應該廢掉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 很高興 我請到了我們現在 2019年的台北市長 也是2020年的總統 柯文哲 來支持我們台灣民眾黨的何慶容 好不好 我們也謝謝柯文哲主席 對新住民一路以來的支持 謝謝我們的東南亞同路人 新住民同路人 柯文哲民眾黨 何慶容 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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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